在242年的历史中 美国陆军创造出了许多英雄 以下是那些对美国的敌人动刀动枪动炸弹的军任中 最具传奇的九位 一乔治华盛顿将军作为美国传奇的典范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刚开始 只是作为一名为英国皇室效力的普通民兵军官 但在随后的独立战争中 他作为美军的最高将领和第一任总司令 带领部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2.约翰·林肯·克莱姆中士 在克莱姆Jol Lincoln clan9岁那年 美国爆发内战 在他试图加入联邦军之前 他把自己名字中间的约瑟夫改为了林肯 在被其他部队无数次拒绝入伍后 他最终进入了密歇根第22志愿步兵团 在一次战斗中 他惊险地勇意赶被剧断的华塘枪杀死了一名 强迫他投降的南方联盟军军官 他被晋升为中士 成了国家英雄 后来在1864年离开军队 1871年 他重返军队 航母中一路升到少将 最终在1915年退役 3.阿尔文·约克中士 阿尔文·约克·Delving York 最开始试图拒服兵役 远离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当他的请求被去后 他听从命令前往战场 一次战斗中 他几乎单枪匹马 一人穿梭在德军的枪林弹雨中 掩护战友 在毙敌追兵无数后 俘虏了132名投降的德国士兵 然后压戒着这些俘虏 从他们同伴的尸体间 穿过了德军防线 4.亨利·约翰逊中士 亨利·约翰逊 Henry Johnson 是一名黑人地狱斗士 Harlem Hellfighter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阿共森林战斗中 约翰逊和他的一位战友 受到了来自12名德国兵的攻击 危难中 他用手榴弹和步枪奋机抵抗 直到弹药耗尽 最后他用一把匕首完成了任务 拯救了自己部队剩下的兄弟 5.奥迪莫菲中士 奥迪莫菲 奥迪莫菲 是历史上收到勋章最多的士兵之一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 他由于年龄太小无法入伍 不得不努力奋斗加入陆军 在欧洲战场 他有过一系列英雄壮举 包括支撑艺人跳上燃烧的坦克 挡住了成群的敌军步兵 和6辆敌军坦克的攻击 6.乔治巴顿将军西点军校 毕业的乔治巴顿 George F. Patton 也曾是一名出色的奥运会运动员 但他主要已创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富盛名的装甲兵团 带领坦克部队驰骋将场而闻名 他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还曾在墨西哥参与俘虏潘乔维拉的行动 他的一生留下了无数励志名言 7.到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到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ikasa 早期以陆军参谋长的身份带领部队渡过了经济大萧条 随后他赴贤在家 在1941年重新服役 被拉回到二战战场 他曾在二战中指挥太平洋战区的部队 之后又参加了朝鲜战争 最后他因公开批评杜鲁门总统而被免职 8.蒂伯尔鲁宾下市 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中 蒂伯尔鲁宾被美国军队解救出来 为了表示对美国士兵救命之恩的感谢 他毫不犹豫加入了美军 在朝鲜战场的一次战斗中 他独自一人在山顶上镇守公路24小时 以便他的部队在阳护下安全撤出阵地 被抓获后 他拒绝了中朝方面 把他送回祖国匈牙利的提议 成为囚徒 但他还是偷偷给其他战俘送食物 9.刘易斯米利特 上校刘易斯米利特·路易斯米利特于1941年入伍 但等不接美军对外发起军事行动 扇离职守跑到了加拿大 把自己安排到了伦敦 在美国卷入战争后 他重新回到星条旗下的美国 两度从此审守中就下部队中的战友 之后因此前的扇离职守指控受审 在几周内他先是被判有罪 但后来竟升为少尉 在朝鲜战事愈演愈烈时 他作为一名步兵 尚未指挥战斗 因1951年2月的两次战斗量获勋章 朝鲜战事结束后 他又前往越南服役 退役前已是圣校